孟昊双目露出精芒 没有后退 没有闪躲 而是深吸口气 右手抬起 划破止度 五指全部一出鲜血时 他闭上了眼 右手抬起 向着下方弯腰一按 血杀戒 孟昊的声音 带着一股血腥之意 在传出的刹那 他的双眼突然睁开 露出了血色的双目 更是在这一瞬 一道鸿芒 瞬间从孟昊的右手上 扩散开来 刹那就覆盖了四周千丈 使得这千丈的半空 直接成为了红色 更是将那蛟龙 也笼罩在了 这红色的世界内 如单独存在的一个世界 这是孟昊血仙传承内 三种他可以施展的术法里 之前无法展开的 血杀戒 更是在这血杀戒出现的瞬间 孟昊的身后赫然出现了 五道血影 正是他的五具血身 在这血杀戒内 他们不死不灭 轰鸣之声 在这一刹那 惊天而动 大地数万修饰心神的震撼 那轻面修饰面色的苍白 无不说明 这血杀戒的出现 带给他们的震撼 尤其是 那之前看似惊人的蛟龙 此刻在血杀戒内 竟发出了凄厉的嘶吼 身体挣扎 仿佛被某种看不到的力量缠绕 难以挣脱 随着嘶吼的传出 孟昊在血杀戒内 缓缓地站起身 右手随之抬起时 猛地握住 在其握住手掌的刹那 千丈范围的血杀戒 瞬间收索 仿佛化作了孟昊的掌心 随着她的握住 轻刻凝聚 血杀戒不断收缩的边缘 刹那就碰到了 其内惨叫的蛟龙 竟带着其身躯 随之收索 也就是眨眼的功夫 整个血杀戒消失不见 唯独孟昊握住拳头的右手内 有淡淡的血光 从指缝内溢出 孟昊神色如常 松开了手指 一挥之下 将其手掌内 不知何时出现的 清黑色的碎末 消散在了半空 阵阵 习气之声 漠然传出 立刻就有人认出 那些坟墨正是 组成蛟龙的雕像碎末 今日之战 你注定要亡 杰丹静 不是你助击 可以挑战的 青面修士 盯着孟昊 目露一抹癫狂 左手抬起 直接在自己的面孔上 连续画了三道血痕 形成了一个三角的形状 每一道血痕 都流出鲜血 深可见白骨 看起来 触目惊心 可这青面修士 仿佛不知痛苦 反倒是神色越发的猙獰 盯着孟昊 这是 下方修士 立刻有人失声开口 这是墨头之地的禁术 黄泉三声音呢 在这四周传来声音时 青面修士的阴森之声 也随之传开 黄泉克三声 三声焚一事 黄泉三声音 青面修士 双眼露出奇异之芒 这是他最大的术法 此刻施展出来 对他来说代价极大 可如今 他已不在意 话语间 他面孔上的三道血痕 如燃烧 深深烙印在他的脸上 仿佛形成了疤痕 使得他目中之芒 越发疯狂 话语出口时 他右手抬起 向着孟昊这里 漠然一落 如斩下了虚无 看似没有什么 可偏偏在这一刹那 孟昊心神 漠然一震 孟昊目光如电 望着青面修士 眉头微微皱起 那蛟龙 他可以灭杀 是因在血沙界内 蛟龙被上古应龙威慑 故而随血沙界消散 诗盖结束了 孟昊眉头松开 淡淡开口时 右手抬起 在储物袋上一拍 没有取出任何物品 而是送入了 其零食之力 刹那融入储物袋中的 血色面具内 缠绕在了 在这之前 孟昊无法使用的宝物 三尾帆上 三尾帆 孟昊在血腥传承中 获得的至宝 此刻孟昊的灵石 缠绕其上的一瞬 这残破的三尾帆 其中的一尾 刹那飘摇起来 瞬间无限的延长 顺着孟昊的灵石 直接涌入他的身体内 在孟昊心有所悟 右手抬起 向前一挥时 他的身后 他的四周 他的八方 赫然出现了一面 如遮盖了苍天 覆盖了大地 看似残破 可却透出一股 如天微之力的 一尾帆 此番残破 灰色 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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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过之处 黄泉枯 三声灭 半身落 孟昊 孟昊 我 闭上了眼 遮住了墓中的血丝 以及 来自他心神的震撼 即便是他 也没有想到 催发这三尾帆 竟有如此惊天动地之力 而这仅仅是第一尾 且根本不是这三尾帆 本体出现 而是 孟昊的灵石 与瓷宝融合 借自身 推动的一场 法宝 投影之力 可就是这样的 投影之力 化作的残破之番 遮盖了天 覆盖了地 阻挡了此地 数万修饰的目光 使得整个天地 为之一暗 似乎这一刻 天与地 被分开了两面 天是天 地是地 翻在天下 成为了大地 在大地上 成为了翻天 暗去的是世界 但去的是心神 暗末的 则是整个乾坤 一股难以形容的压抑 一股前所未有的 危险之感 在这一瞬 浮现在了 此地每一个修饰的 心中 无法消散 如一块大石 压在了身上 使得整个八方 在这一瞬 陷入死寂 每个人的身上 都散发出了灰色的气息 这气息缭绕四周 仿佛形成了雾气 只能看到 在这灰色的雾气外 残破的帆 飘摇间 如天与地扭曲 如这方圆数百里 在这一刹那 换了天 带了地 似乎 这残破的帆 它的一面 画作了天 它的另一面 则成为了大地 不知过去了多久 或许是一刹 天空的颜色恢复 遮盖大地之物消失 灰色的雾气 也都散开 那之前 足以震撼苍穹的帆 此刻也消失得 无影无踪 唯有梦浩 依旧在半空 整个天空 除了他之外 再没有第二个活人 墨土之修也好 难遇修士也罢 都在之前的 帆武苍天时 身体颤抖中 不由自主地 沉下了大地 除了梦浩 还有就是一个 无头的尸体 似定格在了半空 直至此刻 才落向地面 那尸体 正是 轻面老者 一切 在这一瞬结束 吸气之声 心底 骇然之念 在这一刹那 随着一道道 目光凝聚在 孟浩身上 顿时爆发开来 墨土清面 死亡了 以助己修为 灭杰丹修士 此事 此事 这防目 竟有如此战力 道景因他而哭 他在这道景中 到底获得了 什么样的造化 他还是丹师 丹东一脉 主炉丹师 又有超越 各宗道子的实力 此人未来 定是难遇 这一代的 第一人 可我更关注的 是此人 方才施展的是 什么术法 此术 竟能斩结 但 嗡鸣议论之声 瞬间回荡时 墨土罗冲 瞿飞 面具下的面孔苍白 他们正正地 看着半空中的梦号 在这一战之前 他们认为 自己是天之骄子 当今的南遇 同辈同境之中 少有人可以超越他们 最多也只是 与他们站在 一样的高度而已 可这一战之后 他们猛然间地发现 自己也好 难遇天骄 道子也罢 这一刻 所有的修士 都全部成为了眼前 衬托着方木的绿叶 与这方木比较 自己等人 哪怕资质再高 哪怕各自在宗门内 都是主木骄子 可与此人比较 只能算是 寻常之辈 如这方木 是那天空的焦阳 因太明亮 太耀眼 使得其旁所有星辰 不甘心也好 不服气也罢 无论何种心思 也都只能选择暗淡 同辈之中 出现了这么一个 可以助击灭 其丹的妖孽 对所有同辈之人来说 这都是一场 无论是肉身 还是心神的双重压抑 王立海 面色苍白 沉默不语 寒山道苦笑摇头 内心暗叹 金寒宗道子 宋家的宋元书 还有其他宗门 自认为已站在 筑基巅峰之秀 此刻一个个 在看向孟昊时 目中露出了 深深的敬畏 他们敬畏的是 孟昊的修为 敬畏的是 具备这样修为的人 自身是丹东主炉 这一切的一切 无不让他们明白 未来的南欲 方目的名字 将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会成为南欲的一部分 一战成名 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望着 半空中此刻 闭着双眼的梦号 随着 嗡名议论之声的 渐渐消散 这四周再次 陷入到了死寂 这样的安静 这样的死寂 在很多时候 代表了可怕 来自众人的目光里 有复杂 有震撼 有敬畏 有羡慕 也有嫉妒 这种种不同的目光 似乎可以化作 一把把无形的利剑 环绕在梦号的四周 仿佛只要梦号这里 露出一丝一毫的虚弱 这些利剑将毫不迟疑的 一举灭杀 梦号的墙 今日带给众人的震撼 已到了遭忌的程度 这也是 他为何之前 总是要改变样子 不愿轻易露出 真身的原因所在 若非这一战 对梦号的突破 至关重要 他还是不会在自己 羽翼没有丰满时 显露自身 轻面老者的死亡 没有人会去明面上追究 墨土道子也好 其他两个轻面修士也罢 他们原本不会在这一刻 在梦号气势最强 难遇众修心神震动时 去追究此事 可如今的状态 有些诡异 来自众修的目光 使得墨土那另外两个轻面修士 双眼唯唯一闪 他们在凝望梦号 王家道子王历海 也在凝望 他的右手 看似随意地放在一旁 可唯有他自己知晓 王家的朱雀三指 已在其手中酝酿 一见踪 寒山道 眯起双眼 那次豪爽的面孔 如今也有了一抹阴风 金寒宗的道子 还有其他宗门的天骄 但凡是这段日子 败在梦号手中之人 此刻都一个个目光闪烁 全部都在看向梦号 他们还不敢出手 若梦号仅仅是梦号 他们不会顾忌太多 墨土也不会有太多顾忌 直接出手就是 可梦号 他是方木 子韵宗丹东一脉 主炉丹师 人的一生 会在成长中建立一个又一个王 想没有任何麻烦去灭杀一个人 首先要斩断他的王 如此才可以无后顾之忧 否则的话 杀人与自杀没有区别 如之前 梦号只是梦号 他没有这种王 所以人人欲将其灭杀 也敢去出手 可眼下 丹东一脉的身份 就是梦号此刻身体外最强大的一层网 此事 梦号在当年败入靠山宗时 他就已经明悟 靠山 实际上就是人生中 网的一部分 王立海 没有动 可王家的一位天骄 却是在这一瞬 向着半空中的梦号那里 迈出了一步 这一步的落下 如踏在了此地修士的心头 罗冲动了 那两个墨土青面老者 也在这一刻迈出了脚步 在这压抑的死寂中 在这看似平静 可实际上却是滔天凶险的瞬间 半空中的梦号 他闭着的双眼 在这一刹那 木然睁开 在他双目睁开的一刻 王家的那位天骄的脚步一颤 停了下来 罗冲也是身体顿住 看向梦号 那两位青面修士 也是身子一顿 此刻 所有人 已比之前还要审夺的目光 齐齐看向梦号 梦号面色如常 依旧冷漠 墓中的寒光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更浓了一些 隐隐在墓中深处 还有一丝激讽之意 在他的身上 看不到丝毫伤势的存在 仿佛他之前可以灭杀杰丹 如今依旧可以灭杀第二个杰丹 这道景的感悟中 蕴含了一世神通 方某身为丹东一脉主卢丹师 不擅长与人斗法 故而明悟不深 做不到收发由心 莫图道友 见谅 梦号淡淡开口 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身上的青袍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紫蕴宗的主炉单袍 黑色的长袍 隐隐藏着紫意 使得这一刻的梦号 瞬间让所有人心神震动 他平静地站在半空 淡淡地望着众人